因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方面占有领先地位 前总统川普接受专访 谈及台湾议题时表示 台湾拿走了所有晶片业务 要美国提供保护 台湾应该付钱 被引申解读为向台湾所讨保护费 对此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今天访问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 认为增加军购可能是合理的说法 正好提出需求购买66架F35战机 取代妥善率日渐下滑的幻象2000 专家认为川普的意思不太可能是直接跟台湾收钱 而增加军购或提高国防预算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接受访问时 更直言明说增加对美军购 一直是台湾政府在做的事 认为目前台湾需要的武器 直接点名台湾应该购买66架F35战斗机 22架为E中队 66架刚好30中队 以取代妥善令物件下滑的幻象2000 对于台湾有意采购F35战机 川普则回答 我还没有被告知 这是个好问题 确实可以谈一谈 台湾向我们买很多装备